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抚摇智商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 有力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活命 登上最高的山顶 山顶 山顶 龟雅 你 闭嘴 你怎么是人嘛 你怎么是人嘛 怎么样 像你一样吗 像一个狗一样追着蓝子鱼 跑踩碎的男人吗 这根本人给你下跪 你很得意是吗 你还敢踹他 他那么爱你 他偷心偷肺地爱你 你就这样对他 我也偷心偷肺地爱过他啊 难道爱一个人 就要保证爱一辈子吗 你呢 你有爱过人吗 史维聪啊 你懂怎么爱人吗 要不是你爸妈 你连门都不会出 就让我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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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凭什么说我 你们对吗 葛一涵 是个男人 就不该这么对自己的女人 前头出轨埋伏过 后回来就找回真爱 现在绝对真爱麻烦 又找小女生玩初恋 葛一涵 你能不能有点担当 我爱自己多一点怎么样呢 这样不对吗 我就是想走轻松路怎么样的 给你了 军的真是虾 才会看上你 你这种 不配我们动手了 好 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朋友 宣礼出了这么多事我都不知道 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受伤了 再也不会了 你书晨还有宣礼 我再也不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这样 如果这就是成长 这就是你们说的成长的代价 那就让我来 让我变 让我保护你们 真是我第一次痛恨自己 怎么这么没用 我之前还大言不惭地说你们都变了 你们都活得那么努力 不应该的 不应该是你们遇到这些事 他怎么不说呢 真不应该 宣礼这样我特别不放心 可是公司有一个紧急会议 我必须要去 你放心吧 我跟莹莹会一直守在这里吧 你也要注意身体 别太扫心了 我知道了 那你赶紧去吧 好了 那我走了 我亲了 你 我亲了 林家涛 别想太多了 我没事 就是觉得薛妮她有点太可点了 原来你没有 你走了 好吗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为什么有些事情 我越是想抓紧 就越是抓不住呢 子虞身边还有谁 能比我这个 当哥哥的更重要 我是他最亲的人了 是年轻人嘛 都那样 陆嫂啊 对付他们 就得顺着他们的毛 慢慢地往家里 走吧 走吧 走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个芒果干这么好吃啊 多吃零食 有助于情绪开朗 人就是这样 不管尽力 再难过再伤心的事 该饿的时候还是会饿 饭要照吃 水要照喝 什么都阻止不了 太阳照常升起 人要吃喝拉撒 好吗 旋律 我不想说什么安慰你的话 我知道都是狗屁 但是以后你就看我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 承担这一切 以前每次出事都是你帮我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我要做一个称职的朋友 我要做一个 打住了 杨阳 你要再说下去 我就要娶你了啊 我们之间 开什么检讨大会啊 旋律 我也 打住 史维从 你也别说话 你们呀该怎样就怎样 这等到明天开始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呢 依旧是以前那个 嚣张跋扈 心高气傲的集旋律 依旧是你们的女王 所以啊 不许给我特殊待遇 听到了吗 旋律 你啊 我没事 我真没事 有你们在就是我生命中 唯一美好的存在了 而且我所有美好的回忆 就只有你们 别这种表情看着我啊 史维从 好 以后 只要你们继续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就是我最幸福的事了 知道了吗 好了好了 你们干嘛 你们再这样 我哭给你们看啊 哭啊 你哭啊 你哭啊 你哭也要当着我们的面哭 不许一个人躲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偷偷地哭 你哭 你也是我最美好的存在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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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洗手去洗手去 洗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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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们再一起睡吧 走了 走了 干嘛呀 排挤我呀 明天我们休息一下吧 一直在高压环境下 太累了 好啊 明天我们去野餐吧 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好呀 好呀 好 咱们再把它做好 你look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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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总 雷总 这么晚是不是在游戏上 我们杀一拳 不是 有点正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啊 定金的事 还想听你那边帮我出几个证明 没问题 老鱼这件事做得不定的 我绝对帮忙 但是你怎么这么晚才想到 早怎么不让我出手 因为我突然不想要这么算了 我想要征回属于我的东西 保护属于我的人 谢了 好香啊紫语 紫语你可真贤惠啊 紫语葱呢 你们快点吃啊 吃完过来换我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只要出来玩啊 不管是爬山野餐还是野吹野音 只要是在大自然里 一定要保护环境 吃完喝完呢 拿走自己的东西以外 走到哪儿清洁到哪儿 还我们的地球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们可真好 怪不得这些道具都这么专业呢 只不过啊 我们以前都是前一天打赌啊 或者是扑克输赢 来决定谁先吃谁先干活 这一次有我们的女王陛下赞 史维聪 你就老老实实干一上午活吧啊 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妈了 我梦见我妈了 权利啊 可是我妈这个人吧 她真的挺奇怪的 你说她爱我爸爸 怎么能跟她一吵就吵十六年 你要说她不爱吧 我爸走了之后 她根本就活不下去 这坐着坐着 就把自己给做美了 所以我昨天梦见她 我就问她有没有想过我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 叫悲惨世界 那个妈妈为了女儿过得好一点 把头发卖了门牙也卖了 后来病死了 但那个女儿过得并不幸福 有一天半夜 她穿着破锅烂烂去河边取水 害怕得嚎啕呆哭 手足入措的时候 我记得作者写 说那个母亲看到女儿受难 恨不得从坟墓里爬出来 我那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这个就是我爱 所以我在梦里我就问我妈 我说她有没有想过我 她以前跟我爸吵架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 一心惦记着我爸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 后来我爸爸走了 要是连妈妈都没有的话 她有没有想过我会难过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妈什么都没说 就一个劲儿地在那儿笑 我特别想恶狠狠地问她 看到她的女儿这些年过得不好 她就不后悔了 杨杨子瑜啊 其实我也不想总活在国际 可是我没办法 我只有这么一个爸爸妈妈 我只遇到了这么一个葛一航 你们怎么了 聊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说我之前看过一本书 特别好 您还看书呢 聚能你才不是用书呢 别乱丢啊 咱们花花操头怎么办啊 你这人真烦死了 刚好活了嘛 就是要讨人嫌 去你去 你这要喝口水啊 走 开开开 就是要添乱的 小心要打死你啊 你这是 快给我干活去 我去我去啊 我去我去 快走 来 子鱼啊 下次扫墓 我带你去见我奶奶吧 我奶奶是个特别乐观 特别爱吃的老人 我必须要带你去见她 我必须得扭转扭转 你对我家人的印象 是免得你总觉得我可怜 你不可怜啊 你怎么会可怜呢 你有我们 你多了不起啊 你看这个亲人没得选 那朋友有得选啊 所以你眼光都好 那是 子鱼啊 我经常觉得你跟我奶奶特别像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两个都是那种 关心我们每天过得开不开心 吃得好不好 我奶奶以前经常就这样 拉着我的手说 薛丽啊 你今天过得好吗 有没有按时吃饭啊 我跟她在一起啊 就从早吃到晚 一直吃一直傻笑 她安心 我也特别安心 那咱们下次去扫墓 是不是得多准备点吃的 让咱们这些人从早吃到晚 那可能得提前几天准备了 那怎么这么可爱啊 老薛丽 我遇见你们真的好幸运呀 原来我只有我哥一个亲人 其实我 我哥他对我真的挺好的 每次我害怕的时候呢 他都会捂着我的耳朵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我说 让我把他当成游戏 尽量去想开心的事情 他还跟我说要一直保持微笑 所以每当我难过呀 低落 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哥 我就感觉一想起他 好像就冥冥之中 会有一种力量 但我以后也可以想起你们 我可以想你呀 想淑晨 想泱泱 想史维聪 你们也会给我力量 因为你们也教会了我爱 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爱 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呀 对啊 子虞啊 那我现在就答应你 你以后有机会 跟我想讲你和你哥的事 我尽量啊 尽量对他不保持这偏见 你俩又在聊什么呢 我说要带子虞去见我奶奶 对啊 那得带 奶奶要是知道 舒晨交了这么好的女朋友 得多开心 那是 我准备下次去见我奶奶的时候 亲手包办所有的饭菜 我奶奶看到我亲手 做的饭菜一定特别放心 你可千万别 我怕你会把家里给炸了 梁洋 你还笑我是吧 爱她手艺还不如我呢 我错了 小心我给奶奶说你欺负 梁洋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准备过着苦心森的日子 干嘛啊 好端端又说我 你爸爸大老远来北京 看你的用心 你还没体谅吗 你什么呀你 你明明各方面都那么出色 如果你是独身主义的话 我肯定不会干涉你的生活方式 可是你明明有爱人的能力 你也有爱的人 你真的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就是啊 你找个爱人 你也不会耽误你的工作的 这样你爸爸妈妈还放心 怕什么 我这种人 你哪种人啊 梁洋 你明明面对工作 那么火得出去 可是你面对其他事情呢 永远畏手畏脚的 不敢越雷迟一步 你越早放宽心 生活就会越顺遂 我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已经 不是一无所知的小孩子了 现在呢 事业是我们成功的第一步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 自己做出了自己的人生 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你看看你 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你爸妈的压力就会更大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别说了 烦死了 我没听到 一说你你就跑 是不是 错了 我给你说话 你很辛苦了 说话没有 我太阳俗了 你知道吗 不然你就胜家了 我们俩可能很幸福 他自己胜家太多了 怎么能这样对待退运动员呢 你先把会议推迟了 我去医院看看他 行 我现在正好在商场附近 我一会儿买点慰问品 就直接过去了 好 谢谢 张总编 张总编 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你怎么舍得 这可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 傻瓜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只要杂志还在 无论我在哪里 我都能看着你们呀 你就这么走了 我 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可是我根本就不懂 时尚那边 谁需要你懂这些了 你要什么都懂 什么都干 那还要那些主编做什么 还要那些编辑做什么 还要那些记者干什么呀 环球看重的 是你的决断能力 和你的顾全大局的能力 杨阳 你现在是在总编的位置 你的思维方式 一定要改变了啊 可是 你不相信你自己 难道还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我相信 我相信 张总编你这是 家里有人生小孩吗 我的小孩 你 你这是 傻孩子 我这个年纪要生个孩子 哪那么容易呀 我和我老公 在尝试做试管婴儿呢 我们去年就讨论过了 当我们的事业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的人生 也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天哪 你怎么早不透露这个消息啊 难道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决定离开的 我和我老公 决定要孩子之后 他就渐渐地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了 我觉得 我也应该适当地减少工作量 既然决定做父母了 就要做好 就要做好 我不想我的孩子 是跟着保姆一起长大 其实 原来我是打算 过两年再提拔的 可是 环球要向新媒体转型的整合案 让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前了 幸好 你做得很好 我才可以安心地离开 家庭就不能跟事业并行吗 一定要你牺牲事业吗 我是自己选的 你不觉得 我是一个 可以把事业和家庭都建顾好的人吗 你当然是 张总编 你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女性 在整合案的过程中 你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 我才能够决定方式 属于我的时代结束了 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 你们会让环球更好 而我呢 也应该去 追求我的人生的 下一个重要的目标了 现在是最佳时期 其实在我心里 老公 孩子 和环球是一样重要的 他们同样具备挑战性 同样可以让我 获得满足感 所以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牺牲不牺牲的 就是我的一个选择而已 总编 杨阳 不要再为我难过了 你要为我庆幸才对啊 你说 我这个年纪了 我还能够说走就走 说留就留 我不光完成了我的梦想 我还有能力 在我这个岁数 去选择我的人生 你说我有多幸运了 不是幸运 是你自己的实力 我陪伴环球的旅程 就到这里了 以后 就要看你们的了 好 我一定努力做到最好 向你看齐 杨阳 其实你不需要 一直攻得这么紧 好 回来 我 咱们 好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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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 多精神 多好啊 说来也奇怪啊 我把环球交给你 我一点都不担心 唯一让我有点不放心的是 我把这么重的担子 压在你身上 你吃得消吗 我可以 以后 要是再有欺负到头上的事情 不许给我丢人 一脚给我踹回去 好 好了 李总编 我们真的要再见了 加油 加油 新杂志来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 杨阳 新一期的稿子我看了啊 特别棒哎 有深度 有角度 总编大人 明年的首席记者席位 你还会竞争吗 嗯 大概是要让闲了吧 我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躲 奇怪 这是我补交的两份稿子 你看看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延迟了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 你看我表现吧 明年的首席记者竞争已经开始了 明年的首席记者竞争已经开始了 截至下周 交两份稿子去评选 你还肯跟我说话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 我选择推荐你去 你还肯推荐我去 好好好 我接受 我努力 我保证不会辜负你的 太好了 那你呢 你也去吗 我考虑考虑吧 毕竟精力有限 而且现在跟主编也不一样 那好吧 没有你的话 好无聊啊 有你这样的对手 厮杀出来的首席 才更有意义呢 你还想起来 思思啊 孔小亮的稿子确实很不错 嗯 她虽然是我的人 但是在我这边确实有点埋没了 要不 你放一个专门的板块 订给她做专栏吧 好 喂 爸 总编真是太拼了 下个月头条定 又是他的稿子 看到选题 我就服了 什么什么 退役运动员生存调查 他是怎么从繁忙的日常中 抽出时间 找这么犀利的角度啊 大概是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思考工作的事情吧 他只不过是要去医院 看望一个受伤的运动员 这都能找出一个学题出来 不愧是泱泱 这你都知道啊 那当然 他呀 快变成泱泱的小迷地了 不过这样下去 你的稿子想登上杂志的几率 就少喽 我猜不猜我呢 他 神奇 他心跳为什么那么快 不会是 李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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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其实不用麻烦你的 别说了 莎莎 让我送你吧 这样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关你的事 我不后悔 只是 破坏里面的旋律姐 我真的很抱歉 我跟她的关系 本来就前床半空 燕哥 如果你喜欢旋律姐的话 你就去把她给追回来 就算你们不好好在一起 也要好好地分手 好好地道歉 双双 你们曾经那么相爱 就这样分开 简直太可惜了 我能够拥有你那么几天 我已经很开心 很满意了 谢谢你 燕哥 谢谢你给我 我那么美好的回忆 我走了以后 就别见了 快 快 快点拍 哇塞 难得碰见这么精彩的场面 快发给简厉姐 发给简厉姐 我们走 你都不能带走 我也是 我都不能带走 你好好地想要把我 你带走 我不要再听你 你带走 我现在印象的 我想要我 你也想要我 你不去 你已经有一次 你 lone 没有把我 想到你憔悴 想到破碎 想到和你一起醉 想到哭 想到你的眼泪 想到笑 想到你的甜美 想到昨天 想你的成贵 我喜欢你 就有关系 我在乎你 就都给你 没关系 我的一切都和你有关系 有关系 和你的一切填满记忆 没关系 我只想把你捧在手心里 我愿意把世界 你陪我去冲 想到累 想到你伤悲 想到亏 想到你无畏 想到完美 有你才有完美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就有关系 我在乎你 就都给你 没关系 我的一切都和你有关系 我的一切都和你有关系 有关系 我愿意把世界都给你 没关系 我的一切都和你有关系 有关系 和你的一切填满记忆 先生 我们要打烊了 有关系 我只想把你捧在手心里 有关系 没有人来找我吗 我愿意把世界都给你 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吧 不行不行 不能这么下去 我怎么能 赶紧给我介绍一女朋友 不要不要 不要预解 不要事业成功 就要幼稚的 年轻的 什么都反着来就对了 杨阳 杨阳 我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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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客气 行 行 好 几点啊 你继续说 下午茶时间到了 随体请客 大家快过来 走 走 走 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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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 龚小亮 你发什么点 对我有意见你就直说 别扭扭年年像个小姑娘一样 你工作上再有意见都要认真对待 把稿子放就跑算什么 我 我告诉你 我骂你是为你好 我看你就像当初年轻气生的我自己一样 当时也是有人这么苦心教导我的 你虽然很有才华 但是你缺点无数啊 你是说 你觉得我和你一样 我们是同类 这个吗 我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刚进环球的时候也像我 那你心里是不是和我一样 当然不是 我从小到大从没有像你这么不靠谱过 我的优秀是你们凡人比不了的 你呀 赶紧换一个平凡一点的目标 我太优秀了 你不要跟我比 大笨蛋 不 笨蛋 跟谁说话呢你 天泉山位于我国的大西南 自然环境优越 植被丰富 人文历史悠久 为了进一步 对景区进行推广和开发 当地政府隆重地推出了 天泉山大型实景演出项目 印象天泉 目前招投标已经正式启动了 你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项目的规模非常巨大 即场地营建 演出项目策划 排练 以及票务系统建立于一体 也就是说 一旦我们投标成功 这个将是我们近两年以来 最大的项目 樊总的意思呢 是将一组二组合并 集中公司的精锐力量 全力拿下这个项目 樊总 您说两句吧 两个亿 我要说的就在这三个字里面 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 不仅是重中之重的项目 对我们的队伍 也是一次极佳的锻炼机会 如果拿下这个项目 我们飞铃可以更上一个台阶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以往的经验可能都不适用 所以这一次必须倾尽全力 突破次合 面对这个新的挑战 我决定让一组和二组 共同合作 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拿下这个项目 我们一定倾尽全力 共同合作 许总 您怎么来了 我和樊总 石总的风格 都不太一样 樊总是艺术型理想型 石总是朋友型客户型 我呢 是现实型 他俩想把费林做成业绩的旗帜 而我要的没有别的 就两个字 业绩 这次天泉山项目 对公司非常重要 我希望诸位同仁和我一起 共同努力拿下这个项目 那客套话就不多说了 来点实际的吧 提前发年终奖 有本事 向娜总 想拿多少自己拿 到年底 根据你们的真实业绩 都退少 我想你们也不愿意 把拿到的钱 退给我吧 我希望你们拿得越多越好 我希望你们拿得越多越好 千万不要再退练我了 那会儿叫何月和正希去找 天哪 这是给樊总加马威吗 樊总也太可怜了 刚上任就被换下来了 刚上任就被换下来了 重你破坏 盖 有人摇摆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历史上 但明天的光芒万丈音乐浮现在月亮之上 为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追踪出浪 别告诉我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 却省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他的自己 别怀疑我的明天 我的轮回都向哪里 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现代我可以 永不厌白 接受帅的等待 原来 再重来 我的现代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平庸 破除自己多精彩 我的现代我可以 永不厌白 我的现代我可以 永不厌白 我的现代我可以 永不厌白 拒绝平庸 拒绝平庸 获出自己多精彩 公公自遗佛 这部分真不是遗迉搓国も 给我住運ятий的 我只能把你被削开 这个突然消化 我只能不要故随